提到这个问题 如何替果树杀虫除虫害 那就要看你这个严重的情形 如果说树叶就一两个叶子 有生病的样子黄黄的不太好 就这样把它拔掉 把它拿到回收桶 然后去买起来做堆回 生产买起来都可以 如果说整棵树生病的蛮严重 蛮严重的话 我还是建议说 尽量把生病的叶子 枝子减掉 如果说只有一部分的话 那就要看你是怎样的病虫害 这些坊间的 他们有卖一些有机的农药 他们讲是有机的农药 其实真的不是农药 它很多是那种油性的液体 你喷上去以后 那些小虫们不喜欢这些油性 他们就会走掉 就会散掉 所以那些东西不便宜 但是你也可以用 那还有些 例如说种豆子 种小黄瓜 常常一些生鲜牙虫 黑黑的虫会来 那我会建议大家用 洗碗精 因为我们在厨房里用的洗碗精 绝对应该没有毒 虽然它也许是有些化学成果也没有错 但是他们都是经过美国政府认定的 叫做就是说你可以来使用来洗你的碗 因为碗是我们要嘴巴要靠上去吃的 所以绝对不会有毒 但是我们用洗碗精的水 把它吸是1到100 甚至到1到1000 就是只要一滴加上100cc 这样去喷那些黑黑的小虫 它们都会跑掉 不见得会把它杀死 它们有些洗碗精的味道来把它喷 它们可以就不见了 那另外 美国有在卖这个小小的lady box 小小的花花的小小的不是大金龟虫 是小小红色黑点的金龟 它们会吃小虫 所以你去花个10块钱买一小盒 让你家院子里面很多小小的灰灰的lady box 它会帮你吃一些小虫 所以这也是从很环保的方法来预防虫害 所以还有些种植上的技巧 你尽量不要在晚上来浇水 晚上浇水因为水分蒸花的慢 那叶子上潮湿潮湿 它就容易生病 生白粉病 生黴菌都会来了 所以尽量我鼓励大家浇水也是早上浇 那早上浇 那经过一天在阳光照射以后 那就不会生虫 业者不会从根部那些小虫也比较不会来 所以说从浇水方面也可以让你预防病虫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